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开指控曾经遭到安息政性侵 以及多次性骚扰 从2017年6月后半年内 至少被安息政性侵四次 其中两次发生在随同安息政 访问瑞士和俄罗斯的行程中 而且还有无数次的性骚扰 金志恩表示 2月25日MeToo运动在南韩进行的时候 安息政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向他道歉 但没想到当晚又再次遭到安息政性侵 滥用职权逼迫性交 安息政先前透过办公室发出声明 表示两人是两情相悦 不过6日凌晨随即在脸书发文 向金志恩盗窃 承认自己强迫性交 同时也宣布辞去中青南道知识一职 暂停所有政治活动 安息政所属的执政 共同民主党紧急召开会议 决定开除安息政党籍 53岁外貌清秀 一向被看好成为下届总统候选人 被政坛挂上南韩政坛清流 获得年轻族群大量支持的安息政政治前途 就此绝缘 新闻时事报 许位林整理报道